中国游戏黑神话悟空火了 我对游戏一贯态度 只要让孩子能上瘾的都不是好东西 但这款游戏让全世界都找了名 老外为了玩好这款游戏 纷纷学习中国文化 甚至为了看懂西游戏 开始学中文了 我来劲了 我就是想让全世界都了解孙悟空 因为谁了解了孙悟空 谁就了解了什么是中国人 孙悟空最感人的品质 知恩图报 他被压在五星山下 一个上山砍缠的木童 给他摘了个桃子 他细细品尝 也把这份恩情铭记在心 多年之后的取经路上 落于一个老头 悟空一眼就认出 他就是给自己摘过桃子的木童 乃是五百年前 反了天空的齐天大圣 一直压在五星山下 你小时候上山砍缠 我还见过你呢 悟空知道老人遭遇了强盗 性命不保 他把强盗全都给铲除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凡人下手 因为他担心自己离开了 这些强盗会接着祸害老人 一个桃子的恩情 孙悟空 记了很多年 你送给我桃子与危难 我赴你平安度晚年 滴水之恩 永泉相保 中国人都这样 当年非洲人民 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那之后 只要非洲兄弟有了困难 中国就倾囊相助 非洲小国 克摩罗 瘧疾横行 孩子五岁之后才取名 因为孩子活不到五岁 是中国医生 让瘧疾的发病率 下降了99% 死亡率为零 后来中国有了疫情了 克摩罗为了感激中国 找遍全国也没凑齐 一箱口罩 后来他们捐了一百欧元 你可别觉得少 他们一百人当中 才有一部首席 后来中国还给他们 一座大桥 你们把豪宝 捏在无名之里 只管走路 若是有人追纳 你们就攥紧拳头 大叫一声 齐铁大声 俺就来救你们 中国人都这样 看不得弱者受欺负 路线不平 一声吼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才八个人的叙利亚代表团 一进场 掌声雷动 这个在废墟中 仰望星空的国家 终于在帝国主义炮火 打不着不敢打的地方 尽情展示着 他们国家的荣耀 叙利亚总统巴什尔夫妇 坐着中国的飞机 参加亚运会 飞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就是护身符 看谁敢动中国贵宾 一根寒毛 世人都说猴子蛮横 哪知道他的柔性 悟空救了一个青生女子 怕吓着姑娘 竟然变成了一个慈祥的婆婆 像妈妈一样安慰姑娘 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 一定是受了委屈 来 跟我说说 说不定我能帮帮你了 悟空救人中 温柔中充满了智慧 他从妖怪手中救下了金圣娘娘 为了证明 娘娘是清白之身 他没有解开 娘娘能刺人的手环 还让国王当众被刺了一回 不知那位神人 送给娘娘一见下意 如同生了毒刺一斑 再妖动三年 那赛太岁也不曾站在他身 孙悟空太明白事理了 清白对一个女人太重要了 这回您明白了 为什么再大的仇恨和嫌隙 在中国人的调解之下 就能够烟消云散了 有着千年世仇的沙特和伊朗 一到北京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十四个势不两立的巴勒斯坦派别 在北京实现了和解 中国当和事老 最真诚最贴心 不畏强权 怀着一颗悲悯之心 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是孙悟空 师徒四人路过凤仙峻 三年没见过雨的老百姓 愿意出千金秋雨 可悟空却说 要说千金酬谢 半点干铃都不给 不给不给 要说拯救黎民 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悟空为了救百姓 不惜去天庭 当面质问玉帝 那凤仙峻的百姓 三年不见一个雨点 弟弟颗粒无收 都快饿死了 叙利亚和土耳其 一天之中 遭受两场七点八级强阵 相当于 在本来就是废墟的叙利亚上 又扔下了 二百五十一颗原子弹 美国只帮土耳其 不允许大家去救叙利亚 中国人急了 送去了七千万物资 和医疗救援队 把遍体鳞伤 孤苦凌惊的世界器人 抱在自己怀里 影视剧里头 如来佛祖 翻了翻手掌 就把孙悟空 压在了五行山下 而在原柱里 孙悟空 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如来自断五根手指 化作五行山 都镇不住孙悟空 必须得加上 众神法力之和的 六四真言 如来回到灵山 放射利之光 竟然圆祭了 为压孙悟空啊 如来打上一条命 玉帝 为了抓孙悟空 纠结四大天王 二十八行秀 十二元臣 龙王家道 阎王主阵 天庭人间 地府海上 世间神仙 都来了 却被大圣 一人横扫 太上老君 被孙悟空 一把抓住头发 来了个盗贼聪 要不是如来佛祖 及时赶到 玉帝 早就被孙悟空 一顿胖揍了 当年朝鲜战争 美国就纠集了 十五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 运用了除了原子弹之外的 全部武器 愣是让中国赶回三马线 中国人战美国 胜苏联 赢印度灭越南 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 列强终于明白 中国完全有能力 用武力来否决任何事情 赶紧把中国 请进联合国吧 还必须得给中国 一票否决权 因为中国不同意的事 就是一纸空文 中国被请进联合国 可比当年玉帝 给孙悟空封个七天大圣的空名 厉害多了 可是中国人 继承的却是孙大圣 踏天门 碎灵霄 不畏强权的勇气 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么强大的孙悟空 到了取经路上 怎么谁都打不过呢 我们不妨 从今天的中国来找找答案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韬光养晦 虚心向发达国家取经学习 难道这不像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吗 我从来不羡慕 战斗民族有一个强硬的总统 1980年 莫斯科奥运会 强大的苏联经济总量 是我们的三倍 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总量 却是俄罗斯的十倍 被群殴的俄罗斯寻求的是能活下去 当个地区大国 而中国的目标 民族复兴 能成为世界强国 打遍天下的孙悟空 取经路上 却是朋友遍天下 他上天有路 入地有门 玉皇大帝 天庭诸神 地府十殿严君 四海龙王 对孙悟空都是有求必应 一带一路的中国 何尝不像孙大圣那样 左右逢源 小时候看西游戏总觉得遗憾 怎么没人给他写讯息呢 当了斗战圣佛之后的孙悟空 又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今天的中国 就是西游戏最好的续节 西游戏里头 猪 羊 牛 鹿 狮 虎 豹 象 都有自己的掌门人 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 天地之大 可以荣得每一个物种 自由幸福的生活 金猴奋起千军霸 欲成青 万里哀 把霸权主义铲除干净的中国 将建立起全球的新秩序 国家不论大小 都能享受平等和尊严 富足和安定 世界了解了孙悟空 就了解了中国 中国越强大 世界越善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